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第十八集的《日迹夫禄秀》 有Kelvin和小弟Billy在此 为何会在此时才录制 本来我们停了四个月 因为某些原因 但这时亦是合适时 因为亚冠决赛次回合 亦即将会踢 我们在之前亦想重温一下 第一回合当时 蒲和红钻和希拉尔 踢成如何 亦想说一说 究竟当中 这场球有什么花生 或者花碎的事情 亦可以在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 希拉尔和蒲和红钻 踢成这场 其实蒲和红钻 可以和到球 已经有些偷笑 这个首回合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有几个机会 希拉尔很近磅 只不过有两三下 球斩中时 越门而过 后面的球员又把握不到 最终浪费了好机会 沙特球队 其实我不是太能找到一个球员 是在亚洲来说 他的把力是高的 我相信中东球队 除了奥马 暂时来说 奥马之外 都应该没有一个超班 其中攀平那一球 也是由奥马 这样一个入球 搞定了 就变成了一个入球 但是 你会说 他追回一比一 如你所说 之后 只有风声学类 只有风声学类 四个字 但其实 到头来都不能入球 希拉尔 我作为中立地说 希拉尔如果想次回合 在颗袍黄转 想赢到球 想可以得到冠军的话 必须要解决前场把力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回一场球 基本上 整场球 希拉尔已经有四马五至六球 甚至是夸张度 是的 其中当然 西村周作有两三个必入球 能够够 这也是要赚西村周作 西村周作 大家都知道 是相对神经刀 但今场 出刑和破架 都恰如其分 应究即究 始终是决赛 就算神经刀的球员也好 我想他也会尽自己本分 不要再轻塞 以及警觉性 拉菲尔思维入球 亦突显到他的功架 大家 从亚冠分组赛 由他对上海上港入球 开始到现在十到十六强 到现在决赛 他永远在禁区的威胁 是相当大 但不论上海上港的后防 是赴宽之外 和黄生超 但黄生超也是怕架 不关事 因为整对上港的后防 是赴宽 每个人都打完 还有李文君 基本上 拉菲尔思华在整个阿冠 也看到他的门前把力 是相当之高 基本上一个转身 对方的后防是把握不住 已经一个入球出现了 希拉尔如果想在后防做好表现 一定要严防拉菲尔思华 但我个人来说 因为次回合 在契玉2002球场上 温度应该和希拉尔 比赛的主场差不多 但最大问题是 沙特位于内陆 而他的气候的内陆性 蒲虹主相对海洋四气候 濕度高 我不肯定希拉尔的球员 否认得到濕度变化 唯独这个因素 会影响到希拉尔的表现 或者我说回 我之前去日本看JL的杀科战 那个感觉 你便会明白 我记得2014年年底 我去《奇欲2002》看蒲虹虹 转对明古琴鱼的联赛赛事 那时明古还是J1的 那时我记得那天是好天的 如果中五踢的话 都只有四五度左右 如果计算体感温度 偏向比较大风 便会再低一点 即是如果不继续喝热 就这样坐在那里看 其实很辛苦 是的 尤其是 虽然 预测明晚的气温 即是我们现在录影时 星期五晚 明晚的时间 那个气温应该都会是好天的 但是呢 因为《奇欲圆》 那个日间的温差都比较 即是日间和夜间的温差都比较大 那我估计呢 即是看回预测 都是平均都是三至八度左右 那我想这个来说 都会是对他们沙特的球员有些考验 那不要说很大考验 因为始终他们沙漠地区温差都大 那你说去到一月 那个气温都是平均八度九度 那最低气温 那都可能是有少少困难的 那但是呢 我要说回那场球 其实最重要就是 因为有一个中坚的球员受受伤 就是卡路士艾道亚道 但是呢 知不知道陈夜之将呢 反而在赛后说些什么呢 他就说 千万不要看少一个球员的决阵 因为为什么呢 他的受伤 反而会激发了全队的球员 会团结起来 到时呢 希拉尔是会更加防不升防 所以呢 他也提示队友 千万不要因此而松懈 要严密的提防 那 为什么他可以说得出这番说话呢 以往你见他 联赛呢 上半季的时候 他都派到七彩 那 但是为什么他会 就是没有负荷那么大 而以来呢 也都因为陈夜之将在国家队 也是有担大棋的角色 始终他要作为一个中后场的大佬 那他一定要有一个统领候防的能力 我觉得这件事是他这个时候 在国家队架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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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 希望有第二春 另外一个是 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 在国家队的表现帮到他 就是长袖和暉 长袖和暉本身是上半季 拍到域不太懂得用他 甚至有时 剃保的时候 长袖和暉打左中坚 但其实他打回中场中 偏攻中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是 他用波方面 越来越见他有进步 没错 另外亦都 当然 亦都刚才所说 拉菲伊斯华 他本身的 他爆放能力好 他埋门的触角是有的 无论是顶头锤也好 他用脚去射球也好 其实都见到他是 一个很有把握力的球员 所以上季 新色天鹅入这么多球 其实都是关他事 还有其他东西 我们看守回合 你有没有发觉 有个球员见了 马列斯奥 是的 因为马列斯奥四强 首次回合 每场都拿一张王牌 所以变成守回合 我们也见不到他 是的 因为通常 在这些杯赛来说 他两张王牌 就要停一场 所以我们也见到 有些网友问 为什么不见马列斯奥 就是因为他停赛的关系 对了 也因为这个原因 就要令到宇河神有利 要打右打左闸 结果那个位置 爆到九彩 也没办法 因为始终他下半季开始 宇河神有利 出场的机会比较少 我记得有一场球 因为是要他拉下去 客串打左中坚 而犯错 所以变成信心问题的关系 我见到他下半季 出场的机会不多 但今次因为马列斯奥不出 陈奥智将就要退回左中坚 宇河神有利 就要在这个时间 就要临艺寿命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会令到他 对方右路的全中球 是比较多的 他真是糟糕 他今场打一首回合比赛 变成了一个日本国健帮 是永远有上无落 基本上冲上去之后 你被右边的右翼 一爆就很糟糕 基本上整条东西走廊 这么阔 但其实和宇河神有利 我看了这一两季 他的表现来计 其实他是攻强于手 我感觉上 他本身因为他有一定的爆破能力 他可以一条线由头打到尾 然后交个全中球 给前锋的球员把握 这是他值得赚的地方 但问题是 因为他现在打回左闸位 他要肩负防守的重任 其实这个位置 他是要特别小心的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你次回合在主场打 也要严防别人的球员 因为对方有个乌拉圭中场 叫马列斯 其实他的传球质素相当高 是的 很喜欢传球 尤其是斩球 喜欢斩盲的位置 比士很喜欢在中坚和中坚之间的位置 你落阻也不是 你连去标也不是 因为他连身一个转身就搞定你 对了 所以这个情况 如果想冻结马列斯 我觉得在普汉转次回合 考虑可以用人叮人战术 甚至是 其实基本上 因为现在屈孝士打4-1-4-1阵式 所以 中间的1在哪个位置 应该是青木托士打的 青木托士 所以就可能变成要用他的抢截能力 和他的防守的意识 来盯紧着马列斯 分分钟是可以令他冒淡好吃的 我觉得 除了这个之外 他的射门欲也相当强 因为我发觉希拉尔这队 其实就好像一队只懂射门的球队 因为一拿到球 一到差不多20码左右 就抽了 就抽了 总之 但反过来 他们相对比较打个人质素 比赛战术多 所以 为何在普汉转转 想加强防守的情况下 希拉尔只是 很像你所说 只是可以透过软射去拨 说话风声下来 但其实 我去到差不多中后段 其实看到希拉尔的球员 是有些各自为战的感觉 甚至是教练是想喝着他们 其实那些球员好像不太理 总之 你不要理教练 我做什么 我和你赢了球 就行了 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尤其是对日本的球队 因为日本球队 普遍的战术意识 和攻守方面的纪律 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觉得 只要他们执行到教练所指示的战术 是有机会令到他们陷于困境 因为始终你也知道 尤其是你说这些 通常这些客轨式的踢法 你想想二十几码就挂一脚下去 这些是客轨的方法 如果你是一个心理质数比较低的球员 是真的会被人震慑到的 但问题是 因为日本的球队强调打整体 兼且要有一个很高的战术执行的纪律 所以这些心理战 是有机会对日本的球队来说 是没什么作用的 亦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一比一和球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合理的 也对蒲和红转有助手 因为拿着一个作客入球 回到契狱2002球场 我相信蒲和红转绝对会把握这个优势 但结束了首回合场 之后 我们有些花生会看到 是的 首先说一件事 除了卡罗斯艾道亚道出不了之外 亦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希拉尔的球迷 以这个激光射向西村周座 意图干扰他的破旧 这个现象 其实在欧洲亦会类见不鲜 但其实这些情况在中东很常见 当然 因为西亚球队这么久以来 在2012年阿萨德拿了冠军之后 到现在一个冠军都未拿过 他们当然是无所 你可以说我说得极端些 但他们的确是无所不用其击 亦都尽量用他们的手段 用激光射七千周座 总之令他破旧的时候 仰仰仰仰仰仰 然后入球 还有一些粗东西的犯规 还有第二个发生 其实也不是发生 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 无端端说 拉菲尔斯牙猴干什么呢 其实他用一些猴猴的符号 来嘲讽他 甚至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语言 来侮辱他 这些网上的留言 其实拉菲尔斯牙是看到的 甚至在他的Instagram Capture了出来 去批评他们 说你们这样做 算是一个合理的行为吗 虽然拉菲尔斯牙 没有那么容易被他击到 但是他觉得 在他心目中 是觉得希拉伊的球迷 是很disgraceful 始终球场是球场了 你如果真的想赢到对球 想说服到 或者想令到别人不出声 在球场赢了一场球 那便可以 我总是觉得你说这么多 有什么意思 你对对球又没有帮助 分钟培料夫人又接兵 因为这些网上言论 如果别人拿阵来做 是有机会会 即是球会会做事 当然我们知道 伟大的亚洲足协一定不会做 还要是沙特 如果在欧洲 随时一定是最少 一定是罚钱 从失就闭门作赛 也不是一定闭门作赛 因为这些只是网上言论 但问题是 你也要搞到球会 要出来低声下气 向蒲和红转说道对不住 所以乖乖地 次回合比较好 比较好 次回合在星期六上演 即是明晚 大家如果真的想看 究竟蒲和红转 可以拿瓦冠 还是希拉勇打破宿命 我觉得大家真的需要看这场 但有一个情况出现了 就是拉菲尔斯华 在首回合的下半场 因为伤患的缘故 就退下火线 不知道这场出不出发 这对红转的部署来说有些影响 我明白欧远奥已经这么吵 但如果是一场重要的 亚冠切回合赛事 要打六支封闭针去上场 我就绝对同意 因为你一样就没有冠军 一样就拿冠军 你打完这场球之后 最多是打完联赛休息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其实始终你说红转 人脚这么多 就算你联赛没有拉菲尔斯华也好 其实我觉得是没问题 因为始终你说 就算OK 你这场球下半场 先禁拉菲尔斯华入来 也没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首回合的下半场 换了一个我们九位的球员 就是梅琪斯 梅琪斯其实他伤患 之前伤患很久没有出来 但是他今场起码有一两个 埋门都挺近磅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逆风球员 其实他也是有质素的 我觉得他甚至如果是希望可以 在往后的日子 可以再重复那些状态 可以成为联赛多一个球员 去到运用的话 我相信对红转来说 是会有些帮助的 希望红转在亚冠这场次回合 因为沙波冷餐 什么都齐了 基本上只欠东风 而且我听闻是卖了 甚至要在日本国内炒黄牛 日本近年少有一支球队会进入压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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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